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西藏三年了 起来的时候慢点 要注意安全 从学校毕业之后 我一直从事桥梁工程 基本上都是这种连续工作的特殊桥梁 所以三年前我主动申请到西藏 为西藏的桥梁和公路建设出一份力吧 刚开始爬的时候也是第二天会肌肉酸痛 慢慢习惯了肌肉不会酸痛了 肌肉有点疼 高原的桥梁建设难度都很大 这是一个危险又辛苦的工作 这里边的特殊结构物比较多 如果自己不亲力亲为 很多事情也不放心 所以我每天都要到一些有关键工序的桥段上检查 哎德国今天的工作要完成了 你上来检查一下 等等等等 我马上过去 我从来没有把这份事业 只是当场工作而已 因为它的特殊性 关乎的是建设国家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 我来啦 第一次运行 看着自己建设的桥梁能够一点一点合拢成型 还是很欣慰的 这也是我们所有施工工人一起的梦想 在洗澡工作缺氧泪 但是心里舒服啊 对不对啊 加上这么 这个桥跨度这么大干着肯定很自豪 我是日卡德 梦想 说大的话 接生加生嘛 说条件的话 日子就赚了钱养父母嘛 现在这条拉着高速公路建成后 可以缩短拉撒到日卡德的通行时间 从原来的五个多小时 缩短到两个半小时 我是做桥梁建设的 我是真的能够看到它 从五到有 从慢到快 从落后到进步的过程 我所理解的穿越 它是一种发展的速度 它不是科幻 它就是现实 这座桥梁建成后 我一定会找个时间 开车从这里走过 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 穿越西长 这是属于我的故事